陈善美是一个抑郁常人的小女孩 她天生自带阴阳眼 因为总是能看到鬼怪 所以会随身带一把小伞 伞上有独特的驱鬼符众 每当遇到鬼怪 善美就会打开伞驱赶他们 正因如此 她在学校里一直被当成怪物 这天善美遭到一个鬼魂老师的纠缠 危急关头 一个男人出现在这 轻而易举的让鬼魂老师魂飞泼散 男人穿戴整齐 留着八字胡 手里拿着一把有魔力的牛头伞 他就是牛魔王 我们先管他叫老牛 老牛饶有兴致的看向善美 说自己正在寻找他这种 非常特殊的人类帮忙 善美答应帮忙做事 不过作为交换条件 他想牛头伞做报酬 老牛说没问题 说完带着善美来到郊外 让他一直往前走 会看到一栋别墅 里面有一把芭蕉扇 善美只要把扇子拿出来就行 临走之前老牛警告他 不管在里面听到或看到什么 都不要理会 善美答应一下后 并一路前行找到小房子 这栋房子只有人类才能进去 但不是所有人类都能看到 所以老牛才会四处寻找 像善美这样的特殊人类 很快善美就找到芭蕉扇 她将芭蕉扇在怀里 刚准备离开 却被一个男人拦住 她喋喋不休的说个不停 善美回想起老牛的警告 不理会男人 禁止往门外走 对方见妆 轻轻扯掉她背包里的雨伞说 你的伞掉了 善美回头去捡伞 暴露出自己能听见她说话的事情 对方问她到这儿来干嘛 等善美解释完 男人神神秘秘的说 反而是从这里离开的人类 都会被一群奇怪的人纠缠上 接着话锋一转 说善美没跟老牛签订契约 等她一出去 老牛肯定会翻脸不认人 随即又说 自己叫孙悟空 这房间里有五根蜡烛 是五行山 她一直被五行山束缚着 出不了门 如果善美肯帮忙灭掉蜡烛 她可以保护她 不被纠缠 善美刚想答应 却想起来孙悟空说过 没签订契约的话 可以随时反悔 于是便伸出手来要求 跟她签订契约 孙悟空为了出去 只能乖乖同意 因为妖精是不能违反契约的 所以善美毫无顾忌的 跑去灭掉蜡烛 并要求孙悟空 信守承诺 每天都要保护好自己 重见天日的孙悟空非常兴奋 她迫不及待的 想去找老朋友们拒绝 临走之前还不忘告诉善美 遇到危险的话 就大喊我的名字 我会出现保护你的 但她准你一想 每天陪着一个小女孩 那也太浪费时间了 孙悟空有些后悔 早知道就不应该签订契约 突然她临近一动 只要善美喊不出自己名字来 不就等于没违约吗 只要想着 孙悟空并上前 取走善美对自己名字的基业 随即拿着芭蕉扇 无情的飞走 留下善美一个人 无助的等在原地 时间一转眼 就是25年 此刻的善美已经长大成人 是一名房产中介代表 她依然拿着小时候的那把雨伞 这天善美来到一对夫妻家 看房子 发现这里有鬼魂 她没有声张 让同事签下租房合同 先离开 自己则在柜子里 找到夺起来的女鬼 善美一把佛珠扔过去 烫得女鬼嗷嗷乱叫 嚷嚷着投降 善美让她坐下来好好聊聊 原来这个女鬼生前 为了去喜欢的娱乐公司出道 疯狂减肥 结果因为减肥过度而死亡 善美非常同情她的遭遇 决定帮女鬼实现梦想 刚好最近有一道很火的综艺节目 她可以去看看 没过多久 女鬼来到录制现场 附身在一名参赛选手身上 参加比赛 刚求老牛在这座评委 她看出女鬼的执念 直接让她晋级 女鬼听完心满意足的去投胎 事后通过老牛跟助理的谈话得知 她现在是一名经纪公司的会长 老牛的经纪公司 在全国排名中常年位居榜一 而孙悟空现在是专门捉鬼的神父 经常开着跑车全国窜 也不管超速不超速 反正出世有老牛兜着 谁让他们现在是室友呢 这天孙悟空受邀来到一户人家 对方说自己的孩子被鬼上身了 孙悟空听完拿着棒球棍走进去 四处寻找恶鬼的本体 只要砸坏本体 恶鬼就会魂飞魄散 看着他一棍子一棍子的到处砸东西 恶鬼最终还是害怕的妥协 答应不再纠缠小孩 还说自己知道有个人类拥有三脏之血 恶鬼已经在那个人身上留下特殊标志 传说吃掉三脏的妖精会法力大增 一边说一边让本体拿起武器 准备偷袭孙悟空 结果被一棍子打得魂飞魄散 收拾完恶鬼 悟空便跑去附近的冰淇淋店 这家店的老板是东将军 当初因为犯错被天地贬到人间 孙悟空这次来是想向他打听 那个有三脏血液之人的消息 可惜东将军并不知道这些事 孙悟空只能无功而返 次日菩提祖师找到孙悟空 说他昨天打死的那个鬼 还有个某新娘 他们俩是一对 必须得全部解决掉才行 原来现代被贬下烦的天兵天将 要想再生仙的话 就必须得多行善事 招恶鬼 只有业绩达标才有生仙的机会 孙悟空虽然业务能力强 但是做起任务来不顾后果 所以大家对他的评价不太好 甚至还有投诉 因此孙悟空这次考核不及格 没办法复制回天庭 听到这里的孙悟空顿时火猫三丈 当初菩提祖师说 他有机会生仙做官 孙悟空为此不舍是生非 乖乖去抓鬼 结果现在又说 投诉太多不合格 简直是不讲信用 他一气之下拍碎桌子 要罢工 什么狗屁鲜味 去你的吧 语气这么憋屈啊 还不如直接吃掉三丈 菩提祖师警告他 一旦伤害三丈 就再也没有回到天界的机会了 不过 孙悟空刚才只是随便说说而已 他并不相信之前那个恶鬼说的话 可是看到菩提祖师这么紧张 孙悟空瞬间明白 原来恶鬼说的是真的 这让他下定决心要吃掉三丈 菩提祖师别无他法 决定去找老牛帮忙 与此同时 老牛旗下的艺人正在开演唱会 谁都没看到 观众们呼出来的气息 都被收集在特殊的水晶球里 这一切都是老牛安排的 而刚才正在台上唱歌的人 其实是猪八戒 不仅如此 他旗下的艺人也全都是妖精 没过多久 菩提祖师来到这 说当初把孙悟空从五行山上 放出来的小女孩 受到天界的惩罚 被迫拥有三丈之血 更重要的是 孙悟空现在要吃掉人家 幸运的是 他还不知道扇美就是三丈 扇美接下来 肯定会遭到各种妖魔鬼怪的袭击 既然是老牛把他带去的五行山 那么他现在理应保护好扇美 老牛听完低头目鱼 另一遍 沙美刚结束完工作 准备回家 中途遇见一个长相怪异的女人 他看着眼前的房子发呆 这个女人不是别人 正是被末无新娘附身的受害者 这一切都被孙悟空通过宝瓶看在眼里 他想买下这个宝瓶 于是打电话给沙悟静 请他帮自己付钱 沙悟静现在可是总裁 非常爽快的打钱过去 孙悟空拿上宝瓶去找东将军 他把宝瓶留在冰淇淋店里 因为东将军的气息太冷 导致这里常年没有生意 宝瓶自带热气 最起码能招点客人 等有需要的话 孙悟空会过来 画面转回沙悟这边 他和同事正在前往一政府的路上 结果看到前面车辆的司机正在被恶鬼纠缠 为避免发生交通意外 沙悟让同事加快速度追过去 等于靠近司机 沙悟便冲着恶鬼破口大骂 直到他离开为止 司机并不知道这一切 以为沙悟在骂自己 气愤不已的表示要报仇 在等红灯的时候 沙悟看到路过这里的孙悟空 正站在不远处对自己招手 他突然想起来这个人就是小时候 那个不守信用的坏蛋 情急之下便追过去要讨个说法 孙悟空嘲笑他现在是老太婆 沙悟依然没放弃 要他保护自己 谎称自己已经想起来孙悟空的名字 说完表情淡然的离开 看着他一副义正言辞的样子 孙悟空不由的慌乱起来 这要是真的话 那他就必须得去保护沙悟了 可按理说 他不可能记起来啊 孙悟空非常纳闷 他追上善美 是要追问到底 但是善美存心要使用激将法 说自己现在没必要喊他的名字 遗憾的是 孙悟空没有上当 掉头跑走 刺激老牛来的房产公司 打听善美的消息 员工小韩非常激动 他让老牛坐一会儿 自己去买咖啡 老牛闲得无聊 在办公室里四处闲逛 他无意间从善美的拖鞋里 闻到了莲花味 这是三藏独有的味道 老牛激动的捧着拖鞋疯狂闻 打完咖啡的小韩看到这一幕 非常懵圈 他心想 现在的名人都有怪癖吗 老牛被当场撞破 面子上挂不住 一溜烟的跑走 没过多久 善美回到这儿 突然之前那个司机跑过来 举起手机要打人 结果被不远处的孙悟空操控住 自己打自己 司机害怕的坐上车离开 善美一回头才知道 是孙悟空救了自己 这是小韩打来电话 让他快回办公室一趟 善美转身上楼 完全没注意到 不远处的木偶鬼新娘 都善美发现不对劲后 已经为时已晚 木偶鬼新娘正在四处搞破坏 她本来想多观察观察孙悟空 好找机会给丈夫报仇 没想到刚好看到善美跟他走得很近 所以便想杀死他 让孙悟空也常常痛失所爱的感觉 殊不知 善美跟孙悟空并不熟悉 木偶鬼新娘一个相框砸过去 善美被划伤手臂 她宣野中的莲花味 顺激你来城市中的其他恶鬼 连远处的老牛闻到后 都有些失控 意识到善美有危险 孙悟空赶紧冲过去 她凭借一击之力 赶走众多恶鬼 接着冲进去 解决掉木偶鬼新娘 善美非常开心的以为 孙悟空是来保护自己的 可是孙悟空却无意间发现了 她后摸梗上的印记 这才知道 原来善美就是三藏 这让她有些下不去手 没过多久 老牛也来到这里 三藏血液的甜美味道 让她痛苦的嘶吼着 双眼赤红即将失去理智 那么老牛和孙悟空 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 我们下期再讲 本篇片名《花游记》 是一部改编自新游记的韩剧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记关注我 我是万千了尹 拜拜 拜拜